近年来全球各地天然灾害频传 为提升全民防灾意识 彰化县政府五日在园林市园林园 举办109年彰化县政府防灾教育日系列活动 一日灾民夜宿体业活动 活动以避难收容场所为主轴 参与对象以家庭为主体 进行两天一夜的夜宿体验活动 让民众亲身体验灾民跨夜流速及避难收容的情景 彰化的断层有32公里 其中牵涉的人口数将近42% 那就很担心说一旦有一个大的地震造成的伤亡 所以我们从平时不管是水保也好 不管是我们一般的救护各方面也好 我们也都有在做不同的相关的宣导 透过这样的一个防灾日 我们做更多的宣导 让我们防灾的一个概念能够深入我们民众的心中 特别是有了防灾的概念 你就能够进而减灾 进而能够避灾 让我们的这个确保我们民众在第一时间危机的时候 能够确保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安全 当然县政府责无旁贷 一旦有事情绝对是全力以赴 与我们的民众站在一起 不过怎么样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安全来逃离 能够做好相关的一个避难的一个措施 就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第一个让大家来体验看看这个一日灾民的一个状况 那进而透过我们的闯关游戏 把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包扎也好 救护也好 各方面的一些防灾的知识 也让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这个相亲来体验 让他们呢 有这个基本的概念 我想真的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那一旦有什么状况的话 能够随时做好最好的一个 这个神明的一个这个保障 今天在我们的彰化县政府各级处 来举办今天一个体验 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能够超前部署 能够让每个每个民众 如果万一发生情况之后 如何来应变是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彰化县政府第一时间 结果会成立我们的应变中心 包括我们事工所都是一样 然后要如何去报道 如何要 如何要因应 都要靠我们所有的在场 所有的志工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 除了我们彰化县政府各级次除外 还有我们彰化县政府的一些 事务团体来 写制今天的一个活动 非常感谢 感谢彰化县政府愿意提出这个概念 让大家体验921当时的情境 而当时我记得历历在目 那时龙帮大楼倒塌的时候 大家为了害怕的心情在外面露宿地搭帐篷 那个心情跟现在纠然不同 也感谢县府还有许多团队 不管是消防社会许许多多的团队 一起共识来形成今天的活动 特别感谢主办团队的辛苦 本次活动结合慈激基金会及灵性社区 以临时避难收容所处理流程提供灾民餐食 让民众有面对灾害的临场感 此外也有防灾体验闯关活动 灾民体验沐浴机 地震屋 提储水及急救教育训练等活动 让大小朋友对防灾有更多的认识 同时提升民众对于减灾及避灾的能力 公益频道游秀珍园林采访报导